抱歉,很久沒有開場,我就有點緊張 我是嘉義 每次其實《這句新童》在開始之前 我們都還是會有一個小小的傳統 可能對於《這句新童》怎麼來,怎麼樣運作 大家可能在點選今天的主題之前 可能大家都有看到一些簡單的介紹 所以我們就不再多做介紹 只是要提醒大家 我們再來請今天講者來分享 他這本書當中裡面的一些想法之前 我們不是說只是單純來聽演講 因為像同學在教室裡面上課都已經聽夠多了 常常就是說像電腦中賺很多 我不同意上面的說法 或是我有自己的看法 都不太能夠即時的把它反映出來 所以其實在《哲學新童》 我們一開始的話都會先讓大家 可以也可能做一個自我介紹 讓每個人大概有十秒鐘的時間 那這個十秒鐘當然可以先扣起今天的主題 是不是這一個書中提到的一些狀況 跟你的生命經驗有關係 也或者是因為你讀了這本書 所以開始讓你去認識在台灣這個土地上 一些不同經驗的人 那其實以前是不太容易去徒集得到的 那或者是說你還沒看到這本書 那其實我們在今天呢 前面也有擺放了只有15本的數量 在外面的話你可能去訂購大概是350塊 但我們今天現場因為有作者也在 然後你給我們知道優惠的方式頁 家會學子所以是280塊 就是如果聽完這一場 那你還沒有看完這本書的時候 你可以先看一下自己顯化通通 裡面是不是有足夠的錢 可以把這本書帶回家 好好慢慢的去品味 那大概稍微前面鋪陳了一下 大家知道我們接下來要幹嘛嗎 自我介紹十秒鐘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會請我們另外一位 開場主席人就是帶大家來去做這個自我介紹工作 馬克風要從哪邊 我看你從後面好了 沒有沒有那麼恐怖啊 就講一下說交什麼名字啊或什麼會來 我叫林林琪琳 我是台東教育大學 台灣文系的學生 我叫你分級 我是台東教育來發達 你分級還是你分級 我今天來參加 哲學星期五 妳們開始會講台語嗎 心抗拉 因為我們的虎咖 這次會有兩… 嗯… 勉強 感覺… 可以演講的… 戰略的… 中緣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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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來就獎 所以我來聽話 謝謝 謝謝 老師的東西來riel 妳不一定要用講台語嗎 對 好,謝謝老師 那,往前面好了 OK,好,我是韓國 我是台中,到台灣的義文學的學生 我今天來的地方 我對這次的祝賓感到這麼興趣 所以想要來找看 叫什麼名字? 我沒有說韓台 韓韓 韓韓 我也是台語的,我叫阿彌 我感覺在他的祝賓感到現在 有一次看的電影有同樣的年代就是 那個專輯 講國語沒關係 不是 我姓瓜是國語 專有名字 專員建議 對,專員建議 對,專員建議 所以,來,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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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台灣的義文學的學生 對啊,我也是台灣的義文學的學生 從日文學的學生 從日文學 因為這一次 both 跟國語相合 互相關 所以,你也會關心 我可以講國語嗎? 老师没有规定就可以 大家好,我是李先生 然后请大家所见,我是学生 谢谢大家 哪一个学校的学生 是总统的 第一次来吗 我来一年了 哦 谢谢这位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笑语 那我从商华过 那我一直很喜欢那个文夫 那文夫小姐他的作品 那他的原本是我一直有购买、阅读 那我就是主要因为他稍微才跑来上来 可以演讲 是书迷就对了 等一下可以我做整件事 大家好,我是笑语谦 那他这边的迪彩 就是讲的专题 对,都感觉都蛮兴趣的 所以就稍微过来看 老师好 我叫做总义林 我是新大副总义的帮先生 然后翻来这边 是因为同学在这里 原来我介绍这个 可以做这种活动 可是他其实没办法来 所以就只有我自己来 但你是代替同学吗 还是他校尾巴应该要帮你起来 可以把新的跟他分享一下 前面的你 呃,我是佛班年级的学生 没有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米老片女部 林静医师 然后其实在很久之前 就是 也是小女者的 就是在这个女士之前都看过 但是我就是在 呃,带了之后 就是回家大概 哭了三个晚上 我今天有这个机会 然后想来请你再听你 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欸,不好意思 今天有拿几 我也是梳米的 可不可以取个手一下 哦,还还蛮多的 对 那等一下就是 我们可以 呃,结束后可以利用一些时间 然后我们坐在这边 签名这样 然后没有买的话 记得这边还有限量的书 书 书 大家好 我叫孙思潮 然后 我刚从政担问起 我现在就回台中 呃,找工作 可是今天刚被一间 合台到中设计计 然后 呃,我的会来之名 也是因为我是胡说小姐的书名 然后我 前几个月 在丹麦交换学生的时候 那时候 因为行李过中 一本书都没有带 然后就超级超级想要看书 然后那时候我就 就拜托我妈 帮我借老本她的书来给我 所以 就 呃,陪伴好我一些 呃,在那边有时候 晚上 因为丹麦冬天 很容易 就是那个 日照时间很短 所以在家里时间很长 所以就度过很多的夜晚 谢谢 会不会看这本书更难过 这样 哦,这本还没 因为 对,这本还没 我前面几本就是太阳学这些色 那些学都很喜欢 嗯 大家好,我叫王嘉佩 呃,我是 现在是工医院的工程师 那,之前不太大集体的心理 那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 你就不小心看一些 有关的短情正义 以及就是 口述历史的一些文章 那开始对这个议题 就非常的 感到有兴趣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个议题 呃,短情正义 这相关议题 算是 我自己对公民 社会的一些 公民议题 这些算是启蒙 或一个超能章 之类的 对,那 比较算是实践的话 我最后就加入 那个春城基因会 他千年后 再办 在绿岛的圆圈 那 在这个过程中 更认识 您可以看到 那 谢谢 那您是第一次来到哲午吗 对 那是什么原因过来的 嗯,其实 哲午 台中的哲午 跟台北哲午 因为我是住南口 现在 所以其实具体教育 那 其实 大部分时间都会在网络上 youtube 如果有影片出来 你们可以看 那因为今天这一题 实在 你们就很有兴趣 所以想说 来跑到现场 所以从电脑前面 参与者 就是现场 来到现场 对,没错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学 好 今天 对这一体 很幸福 所以我该来一下 谢谢 什么名字 下面 吴宇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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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那個影片的名字叫紀錄片嗎 台灣樹榜樹榜 台灣樹榜樹榜 大家好 我是陳北山 我還是在這個基地做文字 所以我要來聽聽聽聽 大家好 我是台語字 這星期也跟這個北市中有關的事情 所以來看看 好大 大家好 我是陳新 我聽說老師在這個現場 我就來看看 這次會不會 你是讓老師看的概念就對了 大家好 我是過菜市 今天要在這個禮拜 事件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台中的報告張蘇菲 然後就是也在這議題很興趣 所以就來聽 大家好 我叫榮榮慶張 是被姐姐拖來的 大家好 我是國藝江濮學院大學 體育系畢業的學生 我現在是代課老師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來參加哲學新期 包括這次的議題非常感興趣 像他在昨天的時候 我其實有組過那個參考的文章 跟文章 其實看文章我覺得心情很輕重 就是包括來的那種 或任何時間 我就稍微去網路上面Google一下 這都是我沒有參與到的年代 但是我很想知道 他實際上的心情是怎麼樣 很謝謝 大家好 我叫他 然後我其實是 就是之前還是學生的時候 然後有聽教授講一些關於死刑的東西 例如說什麼 死刑科到底是否覺得那是刑牌 極限在哪裡啊什麼 都是一些比較理論的 然後也聽過台北兩場哲 也是跟死刑有關的 也是類似那些 然後還有一些數據 然後因為這經驗是不同的 切入比較固執性的 所以我想說我可以來聽聽 大家好 我是一個上班族 好 今天是第二次老實接 然後對今天的聽眾的興趣 所以來聽看看 大家好 我是台中的中文明傑 那我今天是第一次來聽哲悟 我會想要聽是因為 去年成功高中一個 叫董立瑋的同學 他做了一個影片 吸引我的 對轉型正義的興趣 因為他那影片主要是想 想要把那個銅像 從校園裡面測出來 想要把銅像 想要把銅像 好 我們好像比較少 中二中文的同學 所以歡迎下次邀請你的同學 請開一下 大家好 我是台中文明傑 所以我叫他張慧文 然後就是我剛剛突然發現 就是在今年二月的時候 我參加了 第十階人攝影的韓劇 然後就是有邀請胡春老師 來講《百年估計》這本書 然後就是我現在心裡有點激動 你在這裡遇到 謝謝 等一下喔 住者會坐在你前面 這樣子 不要中風 我叫胡文 台中文中學生 然後跟我同學起來 然後我之前去台大法律的時候 有去人權營區參觀 然後說剛好我在辦 法中文明傑特展 所以我就很想去哪裡 大家好 我叫韋子純 然後其實是剛 在台北 就是求學 求學工作 然後最近回來台中 然後也是第一次回 第一次到折舞 然後也對這個議題很難說 有興趣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叫韋傑 我是台中文中的學生 謝謝 老師來了 老師來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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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我 因為我是台中教導台灣 義務來的老師 因為我現在到台灣書 就是你 剛才在說八十公公之中 所以我過了個同學來 因為同學來 所以我會知道 你比較多介紹說台語 所以我一定會 好 我也想要跟這些 國中心 這些教訓的國中心說 但是你們 你這聽不夠多 歡迎大家 來哭 我們台語 我們上課上台語上課 要教很多台灣 不管越書 還是文化 文化 你這一點 你這一點 用你的意思 謝謝 謝謝老師 幫我們宣傳 這都是沒有強迫的 對不對 對 大家好 我是賴德雲 我是中心大學學生 然後就是 這五 就是禮拜五 我有空我都會來 那我這次 所以想要來是 就是前幾個禮拜 有就是去做談嘛 然後那時候 做過了 所以就是 想說 大家好 我叫志明 我也是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想要來聽聽看 今天的內容 跟以往 從課程上 還有從老師 提出的 有什麼提供 大家好 我是哲宏的志工 我是嘉義 然後剛好我做太賞主題 其實就是 那個來之前 這本書 我一直在糾結說 到底要看不要看 然後但是因為昨天 去參加了一個 演習跟講說 他是在客博館 現在正在展示的 南風展 我覺得一個是影像 一個是文字 有一點一舉同中之妙 他就是把最真實的東西 放在我的眼前 然後但是 對於 眼前最真實的東西 有些時候 不見得有勇氣 能夠訓練對他 然後昨天在那個 策展的 一個忠誠 昨天他有講到一個話 他說 只是很多時候 我們要練習 學習 怎麼樣堅強 才能夠有更一個柔軟的心 才能夠去理解說 為什麼這樣 一些事情的發生 不管是228 或是白色恐怖 可能 有時候我在新聞畫面 看到就是很片段簡短 就是講說 這一群受害者 一直要討公道 然後為什麼這種好像 都已經 給了一些什麼東西之後 好像還是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或者是像 南風展裡面寫的 彰化縣的 台西村 最近有名的點是因為 它叫做癌症存 因為它的南方就是六情 那 其實很多地方 或者是很多故事 我們 其實它是很真實 但我不見得能夠有機會去看得到 所以我就很佩服 能夠去拍攝這些照片 因為 或是書寫這些故事的人 因為我相信他們是有非常柔軟的心 但是也同時非常堅強 所以如果說在座都會跟我一樣 就是 我還沒有鼓起勇氣 再去 不要說凝視啦 但是我就至少去接近他 那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相信自己的收入會 會滿足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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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柯彥仕 我會來聽 是長得我先因為 之前讀過 武俗倫的 《太陽的寫生》 然後 就對於記憶啊 遺忘啊 然後甚至卡的過去 那代表說是以小說的情緒呈現啊 這次我們會談過 然後過來聽 謝謝 我叫陳吉 我來到澳洲 我今天來 因為我在學台灣的歷史 所以 而且今天才 在看一篇文章 關於反思恐怖 所以很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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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歡迎國外的朋友 大家好 我也是說我的志工 那 嗯 我同時也蠻喜歡 就是胡蘇維老師 我剛才看到他的 太陽的寫是黑的 那我今天在這裡 路上一直很後門 這樣忘記在那門書 然後就可以給老師簽名 對 那 嗯 我相信今天應該會有很多說明 我很期待 嗯 比較晚來的可能有 嗯 我是正大的學生 然後 畢業成 然後我是跟我正大的同學起來的 所以是朋友介紹你過來 對 對 他也有介紹我書 嗯 各位好 我是從台南上來的林伯爹 嗯 我是記憶的 記憶台灣系的老師 然後畢業人成大台灣所 所以我一直都是從溫學去瞭解 發展白色恐怖 然後今天從我書历史的層次去瞭解 那個白色恐怖的歷史 謝謝 那妳 好那 那 還有 還有人沒有介紹到嗎 我們那個 都逃不掉了 嗯 大家好 我是賴恩榮 然後我 剛剛從 隔壁放假 來這裡 然後 就是來找 朋友佩琪 然後他就跟我說 晚上有一個很好的聯想 然後就來 這樣 謝謝 謝謝 歡迎你又常來 那我們今天這次我介紹 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我們就交給我們主持人家 謝謝 那我們就交給我們主持人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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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